天父,我要在涅槃中称谢祢 向我的弟兄宣扬祢的圣名 阿雷路亚 因父及子及神圣之名 他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云得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全父早安 宝露在菲利伯坐牢 但是圣神打开了牢狱 他们被带到宗都 但是宗都最后知道说宝露跟希腊 他们也是罗马人 所以他们就害怕起来 把他们释放了 宝露就来到了雅典 在雅典他发现 他看到了有很多很多的神明 也看到了有一个祭坛 这个祭坛写的献给不认识的神 所以他就利用了 他利用了这个的事实来告诉在雅典的希腊人 你们所不认识的神 我认识,我知道 所以他就把整个的救恩的故事 救恩的历史跟他们讲 当然这个救恩的历史的高峰就是在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受苦 耶稣基督的死亡 耶稣基督的复活 把这事实跟希腊人讲了 但是希腊人一听到了 有人从世子中复活 这个是远远超过他们所知道的 他们所了解的 所以他们就说改天你再继续讲吧 有关从世子中复活的那一位 我们要做福传 就是把救恩的故事跟别人分享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上主 我们在这复活期 以信心庆祝 你圣子的愉悦凹击 求你恩赐我们将来 在他再度光荣来临时 也能与天上神圣 共同欢乐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词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宗图大事录 护送宝露的人 带他到了雅典 他们领了宝露的命令 叫希拉和茂德 赶快到他那里去 以后他们就回去了 宝露站在阿略帕哥议会中说 众位雅典人 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很敬畏神明 因为我经过各处仔细看你们所敬拜的 也发现一座祭坛 上面写着献给不认识的神 现在我就把你们所敬拜 而不认识的这个神 介绍给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天主 既然是天地的主宰 就不住在人手所建的殿余里 也不受人手的侍奉 好像需要什么似的 而是他把生命 气息和一切赏给了众人 他从一个人造了全人类 使他们住在全地面上 给他们定了年限 和他们所居住的疆界 如果他们寻求天主 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 其实他离我们美人并不远 因为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他内 正如你们的某些诗人说 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 我们既然是天主的子孙 就不该想 神就像人用手艺和思想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一样 天主对那愚昧无知的时代 不加深救 现在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定好了日期 要借他所立的人 按正义审判天下 他会给众人一个可信的凭证 就使这人从死人中复活了 他们一听说死人复活的话 有的讥笑 有的却说 关于这事 我们以后再听你吧 这样保禄便离开了他们 可是也有几个人接近保禄而信了 其中有阿略帕哥的一员 迪约尼修 和一个名叫达玛黎的妇人 还有其他的人 此后保禄就离开雅典 来到了格林多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请你们从天上赞美上主 请你们在高处赞美上主 他的众天使请赞美上主 他的众君旅请赞美上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世间的君王和庶民 地上的公侯与权贵 同男和真女 扰人与少年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愿万有都赞美上主的名 因为只有他的名 卓绝尊荣 上主的尊威远超天地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他使子民赞露头角 圣徒们都因上主而自豪 清静他的以色列 以他为荣耀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哈雷路哈雷路哈雷路亚 赞美天主 我也要求父 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 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赞美天主 哈雷路亚 赞美天主 哈雷路亚 赞美天主 哈雷路亚 赞美天主 愿主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的心灵同在 共度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耶稣对门徒们说 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 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承担 等真理之神来了 他要把你们印入一切真理 因为他不凭自己说话 而是把他所听到的说出来 并把未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光荣我 因为他要把从我所领受的告诉你们 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因此我说 他要把从我领受的告诉你们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全部平安 两三天之前 跟大家分享了有关造访 天堂的电影 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个角度 看这个造访 天堂 受到车祸的那一位 这个牧师 应该是丹 他名字是丹 丹牧师 他瘫痪了 他在医院里 有一天他们要帮助他说他要呼吸 他就放弃了 他说他 我不要呼吸了 我不要了 我愿意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因为他就抱怨 因为我为什么我到最后的就是瘫痪了 我之前做了这些事情 但是天堂在哪里 天堂好像没有陪伴他 没有照顾他的 他放弃 虽然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也是牧师 有一些牧师们来劝他 来告诉他 说要顾虑他 但是他不听 或是听不下去 他们的安慰 所有的安慰的话 无法进入他的耳朵里 无法进入到他的心里 但是到最后 最后他转好之后 他才看到 天主原来用他这样的方式 得到了这个车祸 天主有他的意义 有他的目标 透过了这个车祸 他可以鼓励更多的人 尤其是遭受痛苦的时候 也鼓励他们不要放弃 这个真理 天主给他新的使命 应该是越过了痛苦的时候 回头看 他才看得清楚 在今天的福音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耶稣跟门徒们讲的 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 但是现在你们无法长胆 你们无法长胆 你们无法接受 我要给你们的一些事情 但是你们要等 要等真理之神来的时候 他要把所有的真理 带给你们 或是他要引领你们进入所有的真理 那门徒们为什么现在无法长胆呢 我们可以想象 耶稣讲这个话的是什么时候讲的 是在最后晚餐 最后晚餐 隔天 耶稣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门徒们 他们对耶稣的渴望 耶稣是一个墨西亚 那这个墨西亚是一个国王的 国王式的墨西亚 他们没有准备 他们没有准备 他们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 他墨西亚的身份就是 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好像是一个囚犯 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是门徒们无法接纳的 无法接受的 他们无法承担的 但是耶稣讲的 将来圣神来会引导你们 你们会看到一切的真理 耶稣来的主要的消息 祂的福音 主要的完成祂的福音 祂的救人的工程 就是透过祂的痛苦 透过祂的死亡 透过祂的复活才完成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真理 门徒们看不见这个真理 门徒们还承担不了 来接受这个真理 但是耶稣死了 圣神来了 门徒们他们不但看到这个真理 但是他们接纳这个真理 他们自己也走向痛苦 走向死亡 他们不怕 不怕面对痛苦 不怕面对死亡 因为有神神带领着他们 神神帮助他们 以前他们无法承担 无法承受 无法接纳 现在他们不但是能接纳 但是他们也拥抱痛苦 拥抱死亡 拥抱死亡 有神神在 我们不怕 有一些的真理 可能我们还没有很清楚 但是神神会带领着我们 带领整个的教会 去看清楚 我们不要怕去面对 面对这一切 因为神神在我们中间 神神带领着我们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情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弹拨 天主 愿意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神以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小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伴依亚 终身赤佛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身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及切恩人 身于教会首长 国家营秀 其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我们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身欺验的安慰者圣神 亲入于我们 其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双位蒙厚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救我们云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服你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旅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圣父圣子及爱 借着圣神 一起主在我们心中了 福音 救 圣神已经住在我们心中了